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二战跌宕史、人类群星闪耀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天际的火焰 伦敦大轰炸的挑战与抗争 二密室中的决策 敦克尔克行动的幕后英雄 三钢铁洪流 诺曼底登陆的策划与实施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天际的火焰 伦敦大轰炸的挑战与抗争 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悲状 又充满英雄主义的话题 那就是1940年至1941年间 那场让伦敦天际被火焰染红的历史事件 伦敦大轰炸 The Blitz 首先,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二战期间 那时的英国可谓是岌岌可畏 德国的元首希特勒 那位小胡子先生 他不仅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 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空军 卢夫特瓦菲 他们的飞机群像是一群不倾自来的害虫 部分昼夜地对伦敦进行轰炸 这场轰炸持续了57个夜晚 简直可以称之为不眠之夜 但是,伦敦人民的抗争精神 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在空袭警报响起时 就像参加地下派对一样 蜂拥进入地铁站 那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避难所 想象一下 地铁站内挤满了睡着的人 旁边还有人在打牌,唱歌 甚至有时还会有人举办小型音乐会 这场景既荒诞又温馨 而在地面上 伦敦的消防员们则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在炸弹纷飞 建筑倒塌的环境中与火焰搏斗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简直可以和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相提并论 他们不仅要救火 有时还得充当拆弹专家 因为德国人喜欢玩点小心思 投下那些定时炸弹 让人防不胜防 在这场灾难中 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的角色也不容小觑 这位先生 他的演讲能让人热血沸腾 就像给英国人民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他说过 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 在登陆场上战斗 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 我们将在山丘上战斗 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这番话 简直就是抗争的战歌 最后 虽然伦敦大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它也展示了人类在绝境中的坚韧和团结 伦敦人民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的火焰也是可以被点燃的 而今天 我们可以在泰晤士河畔漫步 欣赏那些经历过战火考验后重建的建筑 感受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记 所以 下次当你在伦敦的夜空中看到那些闪烁的星星时 不妨想一想 它们可能是那些在轰炸中失去阴魂的微笑 提醒我们珍惜和平 记住历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密室中的决策 敦克尔克行动的幕后英雄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来讲述这段历史 想象一下 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你是英国首相温斯顿 丘吉尔 你的眼镜已经蒙上了一层担忧的武器 因为你的军队正被德国的闪电战策掠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棋局 这是一场关乎成千上万人生死的棋局 你的棋子英国和盟军的士兵被困在法国的敦克尔克 而德国军队就像一群不倾自来的兵客一样 正迅速逼近 这时你得做出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成为历史书上的英雄 或者是一个被唾弃的诺夫 你决定发起一项代号为行动朱毕特的撤退行动 后来这个行动被更加浪漫地称为敦克尔克大撤退或奇迹的敦克尔克 但是 这个奇迹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背后有一群幕后英雄 这些人不是超级英雄 没有披风 也没有紧身衣 他们是英国海军的指挥官 飞行员 以及那些勇敢的平民船员 他们驾驶着各种船只 从渔船到游艇 从拖船到货船 组成了一支临时拼凑的船队 向着满是敌人的海域进发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平民船员 你的船只通常只用来周末出海钓鱼 而现在 你却要用它去救援成千上万的士兵 这听起来像是一部荒诞的好莱坞电影 但这确实发生了 在这场大撤退中 大约有33万8千名盟军士兵 被成功撤毁英国 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这是一次人类精神的胜利 是团结 勇气和牺牲的象征 所以 下次当你在密室中做决策时 记得 有时候最不可能的计划 只要有勇气和团结 就可能成为最伟大的胜利 而且 如果你能让一群周末渔夫 变成你的海军 那你肯定是做对了什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钢铁洪流 诺曼底登陆的策划与实施 好的 同学们 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 诺曼底登陆 也被称为D-Day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斗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钢铁洪流 它的规模之大 准备之详尽 就连当时的天气预报员 都成了战略家 首先 我们得感谢那些在二战期间 没有智能手机和高科技 通讯设备的盟军情报官员 他们不得不依靠飞客传输 偷听敌军无线电 和一些看起来像是从侦探小说里 走出来的间谍技巧 他们的工作成果 欺骗 一个名为鬼祭胖子的计划 让德军相信主要登陆会在加莱 而不是诺曼底 他们甚至用冲启坦克和假军队 来支持这个谎言 你可以想象希特勒 看到这些强大军力的假照片时的表情吗 接下来 我们得谈谈那些勇敢的士兵们 1944年6月6日 他们在诺曼底的海滩上 面对着德军的机枪和炮火 可能在想 我报名参军时 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海滩度假 但他们的勇气和牺牲 为解放欧洲打下了基础 而且别忘了那些策划这一切的将军们 他们在战前的沙盘模型前 可能比孩子们在沙滩上堆沙堡 还要认真 他们计划了每一个细节 从登陆艇的设计到滩头堡的炸毁 每一步都要精确到秒 但是 就算计划的再好 也得有人来执行 所以 当成千上万的士兵 坦克和物资 在诺曼底海滩上 汇集时 这场钢铁洪流的壮观场面 让人不禁想起超市打折日的场景 大家都想冲到前面去 但是空间有限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那些在背后支持的人 从工厂工人到农场主 每个人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可以说 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 那些士兵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诺曼底海滩上 用拳头对抗坦克 所以 诺曼底登陆不仅仅是一场战斗 它是一个涉及数百万人的复杂工程 是智慧 勇气和牺牲的结晶 而当我们今天在海滩上 享受阳光和沙滩时 别忘了曾经有一群人 在同样的海滩上 为了我们的自由而战斗 这就是钢铁洪流的故事 同学们 下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 回顾了历史上一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 从伦敦大轰炸到 敦克尔克行动 再到诺曼底登陆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 人类在困境中的坚韧和团结 伦敦大轰炸中 伦敦人民用他们特有的 幽默和坚韧精神 抵抗了德国的无情轰炸 消防员们和其他救援人员 在火海中奋勇救火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令人钦佩 而温斯顿 丘吉尔的领导和鼓舞 更是为整个国家 注入了勇气和希望 在敦克尔克行动中 英国海军和平民船员们 以其无私的勇气 组成了一支拼凑而成的船队 成功地将成千上万的士兵 从法国救回英国 这场行动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更是人类精神的胜利 是团结 勇气和牺牲的象征 而诺曼底登陆 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钢铁洪流 情报官员的谎言和将军们的计划 为这一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而士兵们的勇气和牺牲 则让这个计划成为现实 背后的人们的辛勤工作和支持 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人类 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和团结 他们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希望的火焰也是可以被点燃的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